真是大快人心 辱骂工人的奔驰母女处理结果来了 网友 干得漂亮 11月22日 福建张平警方发布通报 经调查核实 奔驰车主叶某及其母亲 在途经张平市京城街道城北路段时 与正在进行道路维修作业的工人发生争执 母女俩对陈某进行推散并辱骂 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公安机关依法对其做出处理 并责令其向陈某道歉 在派出所内 叶某母女非常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 向陈某进行道歉 并已经取得对方的谅解 另外 警方还对广大网友关注的副驾驶放警帽的问题进行了说明 经调查核实 那并不是警帽 只是一个普通的白衣 有网友在派出所偶遇了叶某一奔驰车 一看车牌号就知道是他们母女俩 希望这次是真的认识到错误 而不是迫于舆论的压力 回看整件事确实令人气愤 市政工人正常抢修道路 为了过往车辆的安全 他们按照规定摆放了提示录桩 还专门在最前方设置了禁止通行的标识牌 可叶某母女俩却以阻碍他们的奔驰车拐弯为由 一脚踹翻了指示牌 还对市政工人破口大骂 说她是个叫花子 大哥一脸茫然不知所措 可对方却仍不打算放过她 说着说着竟还想上手 幸亏路过的一名大姐及时制止 不然后果还真是不堪设想 视频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米 却看得人血压飙升 明明道路很宽 别人的车辆不能正常通行 可母女俩却偏说他们的奔驰过不来 整个过程完全是母女俩在单方面欺负工人 怪不得会引发众矛 全网都在呼吁彻查这对嚣张的母女 看看他们到底有什么背景感如此好好的 如今真相大白 副驾驶并不是警网 确实只是一个板件 母女俩既没有背景也没有后台 就是单纯的没有素质 好在工人大哥不跟他们一般建设 在此还是要提醒这对母女 不要以为开辆豪车就高人一等 在广大网友的心目中 工人大哥可比你们高贵多了